今天想回答一位网友的问题 这位网友在英国即将考三级 但这位网友说 不知准备如何 不太流畅 或者不太有信心 他就问我父母有什么可以做 是去帮孩子的 如果父母能够帮 你可以说是有限 但也可以说是帮到很多 但是你帮他不是去 你不可以帮他拉 那你能够帮他做什么呢 你就和他一起上堂 和他一起去钢琴伴奏 很多我见到的家长 是他们和子女来上堂 他们的人就在上堂的地方 但是他们的心 或者他们所做的事 是和子女上堂是无关的 是用手机 不是全神贯注 或者好像从前我妈妈那样 是金睁火眼 金睁火眼是他自己形容自己上堂的时候 但是我相信现在很少家人 首先很少家人 会和子女来上堂 更加少的就是他们来到上堂的时候 是全神贯注 其实有点像我经常和学生说一件事 我问学生 你们有没有用拍子机去练 他们说有啊 我叫他们示范一次 如何用拍子机练 原来他们用拍子机练的方法 就是开着拍子机机 机械的那种 或者是电子 嘟嘟嘟的那样 是拍子机有拍子机一个速度 自己有自己一个速度去拉 那你想象到了 拍子机的作用就像背景音乐那样 那你不是每一个小节 不是每一拍都对准拍子机的话 那用拍子机有什么用呢 为什么我说有点像呢 就是父母如果不是全神贯注 去留意子女有没有很认真 的话 其实作用都是不大的 你明明听到子女是拉琴是拉得很差 但是呢 你即时是没有什么反应 我这么久以来 我还没见过一个父母 是好像我妈妈那样 当我拉得不好的时候 在先生未开始骂我之前 他已经在骂我了 他会在欲紧到 你有没有练的啊 这样 他会在后面加上一把口 在我背面加上一把口 这样 是 那种印象是很深的 但是到现在呢 我没有见过一个父母是这样的 我亦都很佩服 现在的父母 为什么他们可以忍耐 其实是不是忍耐呢 还是那个麻木的程度呢 是可以这么高 我这么说好像很不客气 但是当你听到子女 这么多音是不准的时候 是可以无动于充的啊 如果呢 在平时练琴的时候 你不是很在意 不是很着紧 但是到临近考试的时候呢 你才听到不是啊 好像不是很純的 很没信心 那其实 你能够做的事是什么呢 其实是没有的啊 一个六岁六七岁的小朋友 他们怎么会将这件事做得好呢 就是他首先要认定 这件事是自己的份内事 是自己的份内事 不是先生 不是父母 不是哥 姐姐 是全世界只有自己能够做的 做得好不好 这个是第二步 但是 如果 他能够认定这件事 或者父母能够令他 整日起后 在旁边在那里和他 令到他觉得 这个真的 只有我才能够做到的 他认了这个是他的责任 认了这个是他的份内事的话 他才能够做好的 如果不是呢 他不当这个是份内事呢 就算他真的做得好呢 他会觉得 我是为了你而做 我是为了先生而做 我是为了谁而做 他始终也不能够自发的 但是 在子女的 学习的过程里面 父母是要整日整日 用不同轻重的语气 和子女这样讲 不同轻重的语气 和子女这样讲 这个是你的份内事 我没有要求你要考 要考到Distinction 我没有要求你要有多少分 我没有要求你要给隔壁 Peter隔壁 隔壁 是拉得好 我没有去比较 但是你首先要尽力 我不管你拉到有多好 我不管你拉到有多少分数 总而言之你是要尽力 你要过得自己 你自己都过不了自己 你什么都不用说 你过不了自己 就算成绩是告诉你 一百四十多分 你以为子女自己不知道吗 他知道自己是拉得不好的 我只不过现在 那个考试是 宽鬆了 很多东西都不用考 也不用考Scale 也不用考Site Reading 也不用考Aural 完全和听是无关的 可以是 一个考了八级的人 考了八级的人 但是那些基本功 对乐理 基本 对演奏有用的乐理 是完全不知道 完全是不知道 什么叫做major minor 或者不知道 什么叫做三道 什么叫做四道 基本的e training 都没有 可以是这样的 现在的ABRSM考试 是沦落到这个程度 子女如果不认定 不肯主动 迎头 拿起这个东西 是的 这是我去做的 我现在未必做得很好 但是我知道 除了我之外 没有人可以代替我做 他一天没有这个想法 他一天都不会把事情做好 而我觉得 这个责任心 责任感 在这个社会上 是越来越罕有的 不理 子女将来 是做什么职业 做工程师 律师 什么都好 责任心 是最重要 你要有责任心 你才可以再说 什么大志 什么志向 志向这一点 是不太实在的 你有没有 认清手上的责任 你有没有完成这个责任 你对不对得住自己 我觉得这一点 是 对他现在是有用 对他长大后更加有用 如果你想他做一个独立的人 懂得照顾别人的人 他首先要明白自己的责任是责任何在 每个阶段有不同的责任 你未必能够 人人的能力 天分都不同 你未必能够 你这一样做得好 你每一样都做得好 其实是万宗无一 可能你画画好的话 你游泳也好 拉琴也好 读书也好 学语言也好 学什么都好 这个真的很难 但是如果你在小时候 有一样东西是能够尽力 是自动自觉的 不是任务式 以前我妈妈跟我说任务式 任务就是人家吩咐下来 你才去做的 吩咐下来 你去做 是不是等于做得不好 都不是 你都可以做得很好 但分别是自动自觉 是自觉去做 还是别人叫你去做 我小时候 我也是要经过一个阶段 先识这件事 我不是一开始就有责任心 我是在我爸妈 不断在说我 批评我的过程中成长 是不准拼嘴的 我爸说我什么 我爸说我很多东西 他平时不是很说的 但是他说我什么牛皮灯笼加黑漆 然后我妈又会说 真的被你激到毫电 大家可能见过我妈妈的照片 看上去是很好人 但是他闹起我上来的时候 是特别不留情的 比起我两个妹 当然他 他有说过 他经常都会说 为什么他会这样做 因为他说 男人的责任是很大的 男人的责任是很重的 所以 再加上我是大儿子 所以他对我的期望是很高 我现在是很感激他当时 他没有姑息 他没有姑息我 其实他可以 真的 他说 他用他的说话 省一口气暖土 他真的可以这样做 但是他没有 所以我也不太明白 为什么现在的父母 是否在省一口气暖土 这个心态 省一口气暖土 是对别人的子女 但是你有什么理由 会对自己的子女 会这样做 我有些朋友 是很有钱的 家里 一个子 就是一个工人 一对子女 就是两个工人 假日出去玩 工人的数目 在车厂里面 工人的数目 是跟子女一样的 为什么要这样的呢 如果子女看到父母 都将管教的责任 外判了给工人 他自己不会想 他自己不会想做事 就算做事 他会做得很不愿意 会发脾气 然后这些父母又说 你不明白了 叶少熙 现在的子女 现在的孩子很难教 现在的父母 都不是很容易教的 是 绝对子女是会知道 它是copy 你有没有尽力 你有没有尽本分 你的工作是如何 你如何看事情 你的态度如何 他们真的知道 到底责任 这两个字 对你来说 有多重要 他们知道 你有没有 常常找藉口 你是不是一个 是的 有没有常常找藉口 他们也知道 人本来就是一个 或者生物 都是喜欢很舒适 很安逸的生活 但是身为父母 是要告诉子女 如果你想干一番事业 你想堂堂正正做一个人 你不可以有这个想法 首先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逃避责任 那就是 为什么现在的父母 不多说这件事呢 管教的事情 你不是很肯做 你不是很想令 子女 可能 你不是很想令子女 对你有一个 不好的印象 所以你 不会罵 不是怎样罵 更加不敢说打 你不要怎样罵 不要罵 不要罵 但接着你就会说 我有什么可以帮他做 你有什么可以帮他做 为什么你要 帮他做这件事呢 他有手有脚 他有自己的想法 他要长大的 他要独立的 为什么要 你去帮他做一件事呢 还有这件事呢 其实也是 我即使是跟大家说 也是在提醒自己 我的学生 尤其是 小朋友 主动的 真是 很少很少 我觉得我比起我先生 已经做多了很多 我将一些原理 怎样容易拉得好听 是 直接说出来 我经常会想 其实我应不应该说出来 因为如果这件事 靠自己摸索 是 你才会明白的 现在我就觉得 我已经说出来 为什么你都不做呢 是 很多事情 我们不可以代 我们不可以代 对方去明白 去感受 又有人说 叶少熙 你经常说这些道理 或者是 你的教学 你都没有注重 如何去啟发 你都没有想过 如何将这件事 说得有趣 学习呢 是 趣味呢 是自己 能够体会的 你自己 越发掘得心 你越是接触它 你就越明白 什么叫做趣味 那些趣味呢 不是令你 哈哈大笑 不是的 但是 如果能够令你 得心应手 你明白 你用那种语言 去明白到 背后的原理 你事后想起 这个就是趣味 那这个趣味 怎能够由人 去告诉你 可能学生 请教先生 我怎样去做到 这一件事 那 先生就会说 你将这一件事 你做多少次 你每日做多少次 你每星期做多少次 你就会明白 可能现在的人 就会觉得 说了得如没说 但是其实也有道理 其实背后是什么呢 你靠自己的体会 我最近看过一个访问 就是余文乐 余文乐 问导演 刘伟强 《无间道2》的时候 如何拍摄 他应该如何演 我没有记错 在YouTube上 刘伟强和余文乐 你和我把《无间道》第一集 看多少次 你就会明白 就是用这些方法 当然了 你不是说 我真的数着 用次数就等于什么了 就是你背后 一路看你要消化 但是这一样就是 哦 他要做的事 认真去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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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自己有要求 这是很重要的 很多小朋友 可能你见到他练琴 你会觉得 真是难得 他肯自己练琴 肯自己练琴 他知道 如果他不练琴 会令你不开心 他很喜欢你 他不想令你失望 所以他在练琴 但是 其实 你看到他这样的练琴 你就会很安慰 但是我想说 你 这样就值得你安慰 你实在是标准太低了 他有没有用心去练琴 他有没有练好他 你明明都听到他不准 你都不肯面对现实 譬如有时候 家长和子女来到上堂 很明显是没有练琴 练得不好 有没有练琴 一听就知道 听你拉第二个音 听你拉两个音 就知道 只不过 免得 你一拉两个音 我就停了 就说 为什么没有练琴 我没有机会 可能拉一段 或者是拉一首曲 我才这么说 但是 父母就急不及待 帮子女 这件事 父母又会帮的 总是帮子女去做些不好的事情 帮子女做什么 找藉口 是啊 他功夫很忙 是啊 因为他这一轮做什么 是啊 他上个星期有什么不舒服 其实全部都是藉口 如果父母一天不肯承认 你是帮子女找藉口 其实你帮子女找藉口 也是帮自己找藉口 你知道他没有练琴 或者他暂时未有这个自觉 那你又没有叫他去练 如果他不练的话 他真的持续不练 那你就不要让他去学 你就不要让他去学 是啊 我妈妈或者从前的父母都是 如果你不用心的话 我给你机会 持续是这样 好 永远不能学 不准学 不准学 事物得来太容易 也是我妈妈说的 得来太容易 你不会珍惜的 那就试一下不要学 所以父母呢 不肯让子女承受这个责骂 责骂是一个后果 不肯让子女承受这个责骂 是要对他好一点 所以呢 就立刻站出来 找藉口 想想 子女如果到他长大的时候 他上班有些事情做不好 那你还能不能够打给老闆 是啊 他因为病了 因为不舒服 因为什么 都不好意思 吧 如果他小时候 不尝试 可以养成这个责任感 他长大的时候 其实 是很令人担心的 所以 责任心 是 责任心 责任心 责任心不是别人 是自己的 味道 作词